請安 我們現在開始今天的正道 就是在洞上的朋友祖杯 還是最好把視頻打開 就是讓我們看到你們 因為我們知道有很多時候 就是掛一個名字 然後人也不見 然後有問題也不回答 就是這個不能算參加一次崇拜 好 我們先來讀今天的經文 是繼續比佛所書第一章的 第一章的七到十二節 英文就在上課 好 我們一起來讀 比佛所書第一章七到十二節 我們藉著愛子的血 得盲救主 不敗得以赦免 乃是照祂豐富的恩典 這恩典是神用諸般智慧聰明 充充足足賞給我們的 都是照祂自己所推定的本意 叫我們知道祂旨意的奧秘 要照祂的安排 在日期滿足的時候 使天上 地上 一切所有的 都在基督裡 連同的位置 我們也在祂裡面 給了個七夜 這個人是那位 隨其地行作萬事的 照著祂子弟所推定的 叫祂的榮耀 從我們這 首先在基督裡裡 有盼望的人 何以得著成在 好 我們一起避兜道道 祝我們感謝祢 主啊 又到了主日 我們來到祢的面前 一起來敬拜祢 一起來聆聽祢給我們的話語 主耶穌 我們知道 我們是一群罪人 是一群罪人中的罪鬼 我們需要祢的救贖 求助祢的靈 運行在我們的中間 敗壞仇靈 一切的嚼擾 讓我們有一顆清潔的心 淡淡的來仰望 敬拜 來聆聽祢給我們的話語 求助祢的聖靈運行在這裏 除去散漫一切的軌跡 一切的滿足 一切的嚼擾 一切在我們身上 一切的作為 讓我恩主啊 真的是台上台下 被祢的一靈所感 來謝謝祢 求助祢與我們同在 祷告奉好主耶穌基督的名求 阿媽 我是說 就是我們在露你的地方 不一定要讓我看到你們 你要我讓我看到你們的臉 就是如果你不方便 要露一下 表示一下 我現在就在看 如果說我一直問 一直都不回答的話 那你不行的 就是 就是你說 現在 就是不能夠一直露著 然後不能專心 那這是主任崇拜 我們是在崇拜的時間 如果你在教會的話 肯定是要專心坐在這裏 來聖神的話 好 我們繼續以佛所書 以佛所書的 以佛所書的第一章的 這個第三節開始到 第十四節呢 這其實就是一句話 一句話 從第三節到十四節是一句話 我們第一次分享的呢 是在基督裏面 亂湊 就是 什麼是教會 教會就是 在基督裏中 基本的人 原文為平安從神 我們父歸於我們 他原文其實 那裡佛所那幾個字 有些抄法是沒有 它是空著的 空著的意思就是 你不管在 你是 比如說 在佛中華亞基督教會的聖 就可以提不進去 我們是 我們是聖 我們已經分享過了 那麼第二次呢 就是 天父為我們預備的 屬名的福氣 三個 三個福氣 是基督裏的檢選 首先是 在基督裏檢選我們 其次讓我們 成為聖結 我有瑕疵 然後讓我們 遇到兒子的部分 讓我們成為神的兒女 這是 三個福氣 那麼呢 我們今天繼續分享 再次我就說 第三節到第十四節呢 是 一共就是一句話 第一個字呢 是 祝福 最後一個字呢 是 榮耀 是以 榮耀結束 是以祝福開始 所以這個福氣是 所以這個福氣不是說 為了讓我們怎麼樣 這個福氣是 為了他的榮耀 得到承載 是為了神的榮耀 完全神是為了他自己的聖命 為了他自己的榮耀 賜給我們天上屬名的福氣 如果我們專注於神的榮耀 那麼 那個福氣是自然自然而然有寫明出來的 如果我們專注 不在神的榮耀 那麼這個福氣呢 你也未必就能得得著 未必就能得得著 如果說 人 我覺得人至少 很多的人 像我是其中之一 就是比較專注於自己的榮耀 就是一切吧 就比較專注於 比如說 你們看 你們都會講到 我會 你們看 你們的聖心沒有我熟 但你們看 你們沒有我 那麼屬靈 沒有我這麼奉獻 就是每個人都是在強調自己 我這個人如何如何如何 人專注於自己的榮耀的時候 其實我們就是在做賊 偷竊神的榮耀 我們主導的理念的是 因為 國度 榮耀 全力 全是副德 直到永遠 就是這個榮耀 榮耀這個詞兒 跟我們任何人 跟我們地上的任何人沒有關係 假如說 你在地上 活著的時候 如果我們現在 就是偷竊神的福藥 就是你把榮耀給你自己 你活的時間可能不會太久了 是 這個 不管是任何一個聖福 我不要說是不信仲的人不管 就是如果說 像這些 像摩西 像施洗的那 當別人把他們捧得過高的時候 上面一定不會同意的 因為榮耀 在地上所有的榮耀 只能屬於神 只能屬於他兒子 就是絕對不可以給別人的 所以說呢 這一段話 就是為著 使他的榮耀得著稱讚 在我們上次講的第六節 是說 使他榮耀的恩典得著稱讚 下半句就是說 這恩典 是在他愛子裡所賜給我們的 其實已經接到今天的講題 然後呢 今天的最後一節經文說 叫他的榮耀 在我們這 從我們這 首先在基督有盼望的人 可以得著稱讚 就是 又使一個榮耀得著稱讚 那麼第十四節說 最後一句說 使他的榮耀得著稱讚 榮耀 歸於聖父聖子聖明 沒有我們的份 記得沒有我們的份 所以 從第三節到十四節 是一句話 就是使聖父的榮耀 聖子的榮耀 聖父的榮耀 得著稱讚 跟我們沒有關係 任何人不要想在地上 搶奪神的榮耀 那麼我們今天分享的是 聖子的工作 還有他的榮耀 應當得著稱讚 我們前面講了 署名的福氣三個 對吧 基督的簡選 成為聖結 然後威力我們得兒子的名分 今天我們講的第四個人 第四個人 第四個是什麼 我們借著愛子的是 得盟救贖 過犯 所以聖明 乃是照他 豐富的恩典 過半的就是 我們得盟救贖 我們首先 第一個夫妻是 得救贖的這個夫妻 我們常常會想說 我們需要被救吧 我們需要被救吧 如果在沒有信主以前 你覺得你自己需要被救嗎 又沒有被監獄 又沒有什麼 就是陷進去出來 在沼澤地的陷進去出來 需要被救 但是呢 當我們信主以後 我們知道 我們需要被救 我們需要被救出來 這個 講的救贖 一開始 就是講到在 出埃及地 神對以色列人說 對羅西說 我是因會把你的神 把你們從埃及地 為奴之家 拯救出來 是我把你們 從奴隸之地 救出來的 那麼在 新約裡面呢 我們是被祖父 從最惡和死亡中 救出來的 沒有人可以脫離死亡 對吧 沒有人可以脫離死亡 不管你在世上活得好 活得不好 我們知道 人類的死亡率是百分之百 別的事情不是百分之百 死亡率一定是百分之百 沒有人可以脫離死亡 人類的犯罪率是百分之百 沒有人可以有犯罪 沒有人說我在這個世上 我沒有驕傲 沒有嫉妒 沒有貪婪 沒有秘虛 沒有倫 沒有謊言 什麼都沒有 所以我是到不上這個狹窃 這是不可能的 對吧 所以說 我們需要從 罪惡和死亡中 被拯救出來 我們需要神的救贖 那麼這種救贖是 買回來的 是贖買回來的 不是說 現在現在 角色的地理 射針蓋兒 把你拉上來 出點力氣 可以把你救出來 你在埃地有唯獨之家的救贖 上面是 食災 用食災 然後呢 這個 最後一直在這 擊殺長子 把埃及病所有的 每家每戶的長子 還有牲畜裡面 同生的 全部擊殺 只有以色列人 終的 沒有人 一個人死 生虎死了也不死 那麼當他們出來幾個 上面就說 你長子是我的 所以你要 付錢把它買出 就是 一定是我的 因為我擊殺的時候 是羔羊的熊 我在那個門檻 門框上 以至於 他那個 面命的天使 尋規他一地的時候 沒有殺死 色列家的長子 所以說 長子是屬於神的 那麼 是被 是被高良的血 所 折敗 所索買回來的 那麼我們 被從盧印中 被從最後的盧印中 所索買回來的 有人說 我沒有覺得我自己被努力 你自己想一想 你自己想一想 當你在 選擇一個生意 或者選擇一個工作 做什麼事情的時候 你是 在幸福之前 你是 錢多的呢 還是錢少的 還是覺得這個工作比較有意義 你就去做 還是覺得這個工作 哪怕 剛開始 覺得無聊 但是後面發現 有點小小的違法 但是你已經不能夠自拔 你是跟著錢走的 你不是跟著這件事 是否正義 是否 對 去做的 你是跟著錢走的 就算你可能 一時 可以 不跟著錢走 但是當你面臨難處的時候 如果你家裡 有個生命 你正好需要這個錢 如果你買房子的話 但你特別想要這個錢的時候 你會 你會選擇什麼 你會選擇 你會選擇正義 你還是會選擇金錢 所以我們是 在信徒以前 我們是被金錢無益的 我們是被固執無益的 我們是被我們自己的欲望無益的 是他引導你 不是你引導他 你是跟著他走的 不是他跟著你走 我們是被這麼多的東西無益 但是我們自己不覺得 我們不覺得 所以說 耶穌基督 他流出保險 是把我們從 從這個罪惡和死亡中 赤化我們頭的罪惡 就是當你幸福了以後 你可以 不會罪惡 當你缺少金錢的時候 縱然之間 你可以拿 但是如果要讓你做不好的事情的話 你可以不拿 你不拿 你物質都會缺乏 上帝也會貪物 不會讓你缺乏 假如說 你真的生命到了一個程度 上帝真的是把你的 就是什麼都 像保羅一樣 什麼都沒有 最後你真的離開這個世界 你也不害怕 因為你也從死亡中被救出出來 你可以越過死亡 這一扇門 無法打永生 你知道死亡過後是神的能在 是天堂 你根本不害怕 所以我們無所畏懼 基督徒無所畏懼 是耶穌基督把我們 從罪惡和死亡中救出出來 第四個屬於的夫妻是 德龍救出的夫妻 德龍救出是耶穌基督付出自己的生命 這個可見神對我們的愛 就是他說 是在祂的愛子裡 我們借愛子的血 我們就不犯得一切 這是主耶穌對我們愛的表現 羅馬書裡第五章說 為一人死是少人 為人人死 為人有感規的 當基督在我們還做罪人的時候 為我們死 神的愛就在此 向我們寫的 如果你自己的孩子現在 在監獄裡 你說你願意為他去死 寧恆 他活著 我去替他做監獄 我去替他上青場 我們做父母也許能做到這個可以 如果說你說你為了國家 為了這個上戰場去死 現在如果有一個犯人 他就是 就是 就是 他就是 又殺人 又搶銀行 又強姦 殺人放了 全都幹了 幹了不得了 然後這個時候說 你去替他死 把他救出來 讓他活著去死 如果真的有一個人這麼做的話 真的就是愛他 愛他 這就是神對我們的愛 所以我們在基督裡 得到的第一個 屬靈的福氣是過範 而是 得到救死 第二個呢 就是過範得了一個社會 過範得以社會 說 乃是照他 我們的過範得以社會 乃是照他豐富的恩典 這個恩典如果不夠豐富 我們過範得不會被社會 豐富這個詞 你叔叔用了十二次 用一共用了十二次 神是用祂的这个丰富的恩典 然后让我们的过犯征里设备 不仅仅是把这样一个杀鱼放过 然后害了坏事作绝的人 从过犯征拯救出来 从这个死亡中拯救出来 而且说我饶恕你一切的过犯 我饶恕你 不是说你出来以后你还是个犯征 你再要被抓进去 而是我饶恕你 我饶恕你 这是什么样的问题 你不要觉得 说你杀鱼放过的事情跟你不关 你我都是 你我都是 我们心里恨人 恨我妈 恨我 恨人就是杀人 像我们在国内 我们 像我们在国内作为这个独生子里面 就是 痘胎 独妈 杀人 那都是杀人 对吧 你有没有骄傲 有没有欺负 善来自私 这些乱乱 这些所有所有的 谎言 所有的一切都是我们的罪 这些都是该死的罪 这些都是该下定的罪 但是当我们来到 缩的面前 主耶稣说 对我失望的问题 一切都过不来 这是极大的问题 如果 不要说这么大问题 就算 你现在 这个 我不带口罩 刚才那个人过来看了一次 如果有人说要罚痕的话 如果有人说不带口罩 罚痕就赶了 那我已经200元了 善善知道了 在门口一次 再有衣服 我都带着 200元了 现在如果有人说 我把你200元的债务给你了 那我高兴的就要蹦 蹦起来 我200元钱 那算什么 可是我们呢是地狱永远都活 在地狱永远都活 被主所射了 这是什么样的能力 都是照他极丰富的能力 我们没有感觉 好像没有感觉 当审判来的时候 当你站在主面前 不用下地狱的时候 难道那个时候 我才开始痛苦一个踢吗 当我们读到这样的话语的时候 我们是借着了爱子的时候 就能救赎或饭 可以吃的 来照他丰富的能力 这是何的能力 它射了后一切的罪 这是何的能力 然后呢下面一句 下面第八节说 这恩典是神用猪磅 吃回聪明 充充祖福 赏美 他的神 神给我们这样的一个福气 获奔赦 救赎 并不是说我随意的 我钱多对吧 罚你200是吧 我是亿万富豪 行为200我给你出不回事 你不感觉 而是他深思熟虑 在创世以前就招逼了自己 用他自己的儿子来替代我们 用他自己的儿子的血来吸引我们 来摄入我们 所以这是照他猪般的摄入 猪般的摄入 因为神是完全的摄入 神是完全的公义 神做每一件事情 都不可能只满足他的一个属性 不满足他的另一个属性 不可能这件事情上天很公平 但是没有慈爱 不可能他很慈爱 但是没有公义 不可能他很公平 但是他不胜 都是不可能的 就满足神所有的属性 所以要照他丰富的恩典 充公寿路上 神是经过周密的计划 然后用他所有的 丰富的就是满满的恩典 来计划 饶恕我们这些 贪婪自私的 骄傲气负凌乱 并且是充充足足足的 但是神在创世以前 就有周密的计划 把我们这些人 从死亡和罪恶中救出来 并且是充充足足足的赏灵 充充足足就表示 就表示在神 在基督里的救恩 是全被充足的 是满满过用的 不需要基督以外任何事情来够 来够 所有以上的那些福气 龙俭选 龙赦典的 这个得儿子的名分 成为圣洁的 过分得圣的福气 都是在基督里充充足足的 不需要任何基督以外的东西来填 但是呢 犹太人还需要割礼 对吧 我们觉得神 你上次给我们死充足足足的 脸不够 你要豪宅 你要豪车 你要LV的包包 我们还要漂亮的衣服 我们还需要这一切 我们才发生 这是我们 这是我们 我们没有说 因着耶稣基督他的救赎 因着他胜了我们的过犯 因着神在创世以前的拯选 因着他让我们成为圣洁 因着他 这个 规定我们得儿子的名分 因着他奉养 还有规定我们得了基业 因着这一切的俗分 我们在基督里就已经知徒了 就已经知徒了 所以说基督是有意有实 就当知徒 就是你只要肉体或缺乏 你就不要贪 你就知徒 就感谢主 因为为什么是 为什么我们跟那些 就是那些富裕的人 他们吃到好穿穿好 然后就开着什么沙地 为什么他还 什么开着 什么 进座的 跑车 开着什么叫什么 海迪拉格 老子来自 老子来自 就是那些千万的 然后 我们不是 可是我们跟他们也觉得 哎呀我们好好好难过 我原来我们认识一个富裕 其实他是基督府吧 但是我不知道他是不是 就是他去那个 我们去给人家传福音吧 到了一个人家里 一个家就是去的很好 就是楼上楼下 在北京嘛 然后那个很大的房子 200多平米 楼上楼下 然后装度特别好 后来以后就特别受刺激 对不对 特别受刺激 就受不了 然后在这边也有 就是到这边家里去 我看自己出的类似来 然后看见别人这样 真的是 说自己 不知足 我们不知足 我们不爱以后 就有的时候 我去看了以后 心里也不舒服 不爱以后 他快认罪 感谢主 就是 我们有意有事就要知足 因为我们有这些 我们有这些使用的福气 神是在创世以前 在基督耶稣里 照他丰富的认罪 就是充充足 不少有 不缺了 不缺了 真的不缺了 有一天 当我们真的是面对神盼的那天 那天来的日子 就要是近 你看现在的时代 一场瘟疫系列的全球 过去的话 一场瘟疫在亚洲 在欧洲 在欧洲 在非洲 对吧 交通不变 现在不一样 这场瘟疫 真的是随着飞机 随着 就马上传变全世界 你坏事情 立刻传变全世界 然后这个 网上什么消息 全都知道 这种时代来临 就是 漠视说 这个每个人都 飞跑的行恶 真的是这样 奔跑行恶 人就是这样 所以说 我们可以看见这个人 越来越坏 越来越坏 一个人如果性子 他是随着性子的那一刻 他的生命会改变 就是他会 以前外国多坏 他多坏 但一点一点一点 还是有基础的样式 如果一个人不性子 他越来越坏 真的是越来越坏 他不会学好 他只会把他自己的那些 恶 然后那些越发展越大 然后再把别人 从别人的学来越过 然后再放到自己的这个 这个所谓的聪明智慧里面 继续 所以越老了 如果 我们看着说 在国内里 他们说这个 不是说老人变坏了 而是坏人变老了 就是那些 经过文化的那些 文卫兵 他们在他们身上 有那些痕迹的人 你看就是 中国老人 不敢扶啊 真的不敢扶啊 就是 社会崇起来 整体越来越坏 人类的这个 道具就是越来越低 所以说 我们 我们是 跟他们 常常跟牧师上 这些 议题的话 我们就 不满头了 我们就觉得 哎呀我们基督徒 真的是 不追求这些 不是说 我们 不要努力抓紧 还是要努力抓紧 但是不是你追求的 你追求的是 在基督里 丰丰富富 神赏给我们的 属灵的 这些福气 这些恩典 是我们所追求的 充足足足了 已经够了 恩典是全备的 不需要我们再需要 再用豪车 再用银角飞 这些东西来补足了 所以基督徒要知足 就是 就是因为神赏给我们的 他们没有 他们在世上 或者在 最终 当时看出来 他们回到地狱去 我们有 我们有这些 所以你当不知足 不管你现在是富裕 还是平权 不管你现在有身份 没有身份 有钱没钱 就是不重要 重要的是 你要知足 因为 在基督里 已经充充足足了 赏有 赏有了 我们现在信仰他 然后呢 就是 都知道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 叫我们知道 他的旨意的奥秘 下面一个属性是 我知道 神旨意的奥秘 在过去 在旧约时代 这些先知们是不知道的 他们根本就不知道 他们看到你的教会 不知道神的奥秘是什么 他们只是不停地 给这些人传悔感的信息 让他们信号 不要去拜其他的神 明白神主义的奥秘 奥秘是什么 这个一章十节 一章十节说 要让所安排的 在日期满足的时候 使天上 地上 一切所有的 都在基督里面 同归于一 这句话 是以佛所书的一个要解 就是这句话是 以佛所书要书的一个总结 在日期满足的时候 什么时候 我们不知道 日期满足的时候 没有人知道 所以现在有人如果高速说 什么什么什么时候 是世界末日 前两年我们知道 到2012年的10月21号 后来没有到回来 12月21号 一直也没有 就算了 就算了 那个就是 这个世界末日 预言过无数次 八几年的时候 就预言过 九几年的时候也预言过 二零一几年又预言过 现在没有 没有 好像最近没有说 什么时候预言 嗯 就是在牛顿这个时候 也预言过 就是一直在预言说 什么时候的世界末日 圣经从来没有讲 这里说 在日期满足的时候 是照着安排的 就是 天后已经安排好了 他安排好了 他没有跟你我商量 我们不知道 记得 他安排了 他就用他自己 丰丰富富的恩典 和他冲锋足足的 词汇聪明 他安排好了 在日期满足的时候 哪一天 我们不知道 天上地上 一切所有的 都在基督里面 同归于一 意思是什么 同归于一 天上地下 一切所有的 都浮在基督的下面 都浮在基督的权品下面 那么现在 难道说 这些天上地上 一切所有的 都不在基督的下面 也在 但是因着我们人的犯罪 因着我们的犯罪 所以说呢 变了 这个世界变了 对吧 现在 以前我们神 我们人在 伊甸园里是管理万物的 都听我们 都听我们的 听亚当的 现在呢 没有一刻听我们的 一个文字也不听我们的 就除了这个 猫猫狗狗 他也不全听我们的 就没有任何东西 听我们的 在罗马书里说 巴掌说 就是如今是 所有的受到之后 都一同叹息 等候神的咒的现象 就是 所有的受到之后 都浮在虚空之下 他们都是很痛苦很难过的 包括这些 这个 尤其死亡 我们讲死亡临到所有的事情 临到宇宙 我们现在知道 科学家研究过 这个宇宙也会死亡 是用到这个能量完全 平衡的时候 宇宙也会死亡 就是一切死亡 是因为我们人的罪 有带到我们世界里面 那么这些东西 就是 就是 败坏了 就败坏了 这个 这个整个世界的人物 所以 那么当日期满足的时候 那一天 来临的时候 天上地上 一切做得 都在基罗狗的全力底下 都成为一 都合为一 那么 那么 教会 是这个合一的预标 就是 到那一天 宇宙变得 整个都合形了 撒旦被扔到 楼底坑里去 全部 死亡没有了 最后没有了 到那一天 来临的时候 在基督里面成为一 教会 是这个一的预标 所以我们在教会里 要 合为一 每个地方 在教会里面 我们都要成为一 就是 不管你是做什么的 今天朱七四年还说 他别的单张 他做个饭 他觉得他有用 你是一个身体上的 一个肢体 不可能说 我的哪个头发是 应该扔掉的 不可能说 你把一顺皮处 是应该切除的 没有 都是有用 不管你是做什么的 越是 而且宝宙说 越是不容忍的 就给他加放了 就是 越是你看不见的 在你里面的这些 脏六腹 越是重要的 可能 教会里面好像 救我 救我 个负的最多 救我一下 个负的最多 那也可能 有一个弟兄姊妹 可能他从来不吭声 但是他 在不过不停的 为我们每个人祷告 对吧 他有可能每天再为我祷告 我在这里能够这样服事 是他祷告的结果 那他重要还是我重要的 可能他比我更重要 这个很难说 所以说我们在基督里面 同归于一 这个奥秘 这个奥秘 这个奥秘是在救援里面 没有人知道的 那么在西约里面 借着宝伯的头 说出来 就是 我们明白神主义的奥秘 我们今天也要明白神主义的奥秘 就是要照神所安排 照着他奥奥复赐的恩典 奥复赐的奥秘 奥复赐的奥秘 奥复赐给我们的 照着他所安排的 在任期哪一个什么 某一天 或者某个时刻 或者某一段时间 我们不知道 那么宇宙的所有一切 都在基督里面 浮在基督的全力之下 在他里面皈依 都在他里面皈依 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 所以我们一定要和你,不要分身,不要觉得,凭什么你站在脚上,凭什么你去做鱼,凭什么你来唱赞,凭什么,你要知道我们每个人都是一,如果满身是手,满身是脚,满身是眼睛,都不能够运转正常,都不能够在基督里面成为一,成为一个身体的,就是说个案其职,百节个案其职,个案其职,这是教会,教会预表将来的天国。 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要彼此相爱,要彼此合一,要彼此包容,要彼此饶恕,这是我们在教会里面必须要写出神的荣耀,如果在教会里面不能写出神的荣耀,那么天国就没有了,所以一定要那样的不是教会,不是教会,不管有多少人,不管有多大的房子,就不是教会,教会一定是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是他荣耀的恩典,得了承赞, 这才是教会真正的样式,真正的样式,是这样子。然后呢,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都是照他所预定的能力,就是照了基督的意思,父神照了基督的意思,基督照了父神的意思,三位意思,神的意思,我们能够明白神职的奥秘。 这也是一个恩典,对吧?要不然你说,上帝要我干嘛呢?我不知道,不知道,那你也随私子的意思而行。但是呢,我们在基督里面有这样的一个福气,就是我们明白神在我们身上的职业,在他教会里面的职业。他这种奥秘,这种奥秘是什么?就是我们刚才讲过的,第十节是奥秘,第十节就是所安排的,是神丰功复复的恩典,而智慧安排的,日期满足的时候, 然后贴上一切所有的,在基督里面同位于一。这个是奥秘。不要大家一看到奥秘这个事,就想到什么,什么清宫秘史,什么这个八卦,就是这些东西。不是你去打探,你打探的东西,旧约里面神不启示留,没有人知道。那些旧约的那些先生们,那么属灵的生命那么好,他们也都知道。因为到新约的时候,就是被,就是被,旧约被神与扛起来。到新约的时候,是透过 保罗,然后交换出来。就是这个,耶稣基督用他,保险数码回来的教会的产生,他流出的保险数码回来的教会,产生了以后,接着保罗将这个奥秘揭示出来。在教会里面,不管是犹太人,是外马人,是高位的,低位的,是弟兄,孩子,也是年龄大小,是学问高低,有钱没钱,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这是奥秘。这是我们不能想象的奥秘。其实在每个人身上, 我们都应该看到这个奥秘。就拿,我跟云珠来说,我以前就说,云珠,如果说我不是信你的话,我可能就不会认识。就算我认识你,我可能都会理你,我看不起你,没有方。这就是这样。但是我们在基督里面呢,我们就同归于一。我们知道,我们都是主耶稣的保险所属满回来的。没有高低位的节目,都服在基督的群体之下。因为我们都是罪人,都是被他保险所属满回来的。这叫做合一。这就是奥秘。这就是什么奥秘。这就是什么奥秘。 这就是什么奥秘。尤其是在那个时代,犹太人的外邦人是个奥秘。吃东西是不一样的,吃的不一样,信仰不一样。然后呢,犹太人觉得自己是罗拉罕的子孙,是有神的余约,他们是有神的余约的。但是呢,这些外邦人呢,是在诸耶以外的,他们是要下地狱。所以说,我们现在看好一些,一些亲钱的犹太人是个外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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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是个外 在 Isso。在这个保罗堂上传福音还有外邦人是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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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邦人。这是整个以佛所书要的阿奈斯。这是整个以佛所书要的文字。这是整个以佛所书要的要题,这一集就是。在那个时候呢,没有。就是旧的时代真的仿佛选。不知道。不管是这个。这个比如说,是 多伟大的先知,他们都不知道 但我们明白这个真理了以后 这个使得这个奥秘被通过法国在这个有所所说 在圣经里面揭示出来以后 我们明白这个真理了以后 我们就不是说你自己坐在这个座位上 然后秀着旁观看 故事今天干什么,传道今天干什么呢 这个同工今天干什么 你觉得这事跟你没关系 不是这样子的 因为你也是这个医院的一部分 你除非你是这个医以外的 你不是这个医 你可以写什么状况 你是这个医里面 就要知道你在这个整个有机的这个质体中 你是有你的功用的 每个人的功用 你就知道 你看我的手 动一下 脑子要吃过眼 我的肌肉啊 那些这些筋结啊 那些 都要动的 全部都要动的 你是这个医的一部分 当你明白你是这个医的一部分的时候 你就不要觉得这个教会 你是没有用的 你是没有用的 你不要觉得你是一个可有可无的 你也不要觉得你是一个 就是秀着旁观的 或者你是来 来就是做了一部分 就是看别人干啥 然后就坐着等着 等着什么时候 啊 就是这个时间到 证明拿好可能的 你不是这样的 你是这个基础中的一部分 你是属于这个天上地下 一切所有的在基础里面 唯一的这个一里面的 这是我们 这是我们的这个 在这个 世功上 都要彼此配搭 互 世功上互相补助 然后合一 就是合一的 这个神要求的 就是合一 那么第七个呢 就是 第十一节 我们在他里面 得了基业 这一人是哪里 随即以行作万神 照着他的旨意所预定的 叫他的荣耀 从我们之手 现在几乎里 有盼望我们可以得到神灿 我们有基业 今天我们在地上 在房摆地 对吧 我们有基业 我们有基业 今天我们在地上 今天我们在地上 在房摆地 对吧 这些是自己的 尤其是在美国 在中国 我们看到前两天 深圳的赛部大厦 就开始化了 我听 我看到有的人 介绍说 是海鲨 海鲨也有猿嘛 说是这个 盖楼一定要和沙 但是呢 有的是海鲨 不知道什么讲 也有的说 那是当初 深圳宿里 就是七天 七天一层楼 还是一天一层楼 就是盖起来的 但是就是做工程 只要学一点工程 都知道 这个楼是这个水泥要凝固 它的稳固度要达到一个程度之下 应该是半个月不安 一个月还是42点不忘 它要有水泥的凝固 它到一定的程度它才能够稳固 就是不能够在它没有完全的凝固之前 你这么盖上了 那么导致这个结构性的问题 所以就是晃了很厉害 但是如果你买了这个楼的话 我看现在你的基业就成为这个地方 但是我们是在基础里面有产业的 所以基层的采放在天上 我们在天上有房地产 我记得以前就是有一定的用意 我看天堂房地产公司 我们一个意思是说我们成为谁的产业 另外一个意思就是说我们要继承谁的产业 我们的爸爸很有钱 我们的爸爸很有钱 你爸爸你说你的爸爸如果说是创业 他有现在的钱也 当时也都能亏了十几二十亿吧 如果你的爸爸是这个 比尔盖茨是什么 这个马斯特呀 等等都寄成了几百年 我们的爸爸呢 宇宙万物都是他 全部都是他 我们要继承 我们要继承 你成为儿子 你要得这个基业 就是我们另外一个属于土地 就是我们在天上要有产业 如果你真心地想起耶稣 你真心地接受 你接受他成为你的舅主 你的过范 被他设备 你得到神儿子的名分 那么你现在已经有产业了 地下我们百分之后已经不重要了 我们在天上有防御 我们是神的后父 我们要继承他的产业 那么这个这个 就我们说这个世界天地和这个 所充满的包括海洋 一切都是神的 祂是主人的 所以我们要承受这些产业 这个耶稣基督一起同坐后父 一同承受万人 我觉得没有一个神学家 也没有一个人能把这个说明白 因为没有人 已经得了这个产业 得了这个产业的人呢 没有人回来 所以不知道 但是呢 我们相信 我们一定会承受这 在那个公家福音室里的那个 儿子 那个那个小儿子不是跑了 然后那个大儿子 后来他回来以后 父亲他不高兴 父亲宰了非忧 不让小儿子吃 然后大儿子不高兴 父亲给大儿子讲了一句话说 儿啊 你常与我同在的 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 我们常与是同在的 天赋总创造的这种中安部 都是我的 我们到时候没准人要说 我也是主持人 你是几个星球 我是几个星球 或者你管多少土 我们一定是有产业的 在天堂是有产业的 在天堂是有产业的 你怎么有产业的 不是说你正习的那房子 而是你接受耶稣基督 成为你的救助 你愿意接受这个束缚夫妻 你就在天堂也有产业 然后让你的产业 怎样更好 是你在地上要做什么 比如说你现在 你是中国人 你如果不是美国人 你说我刚才突然回到中国去 我现在在这转眼前寄回去 转眼前寄回去 让那边都存着 等我去为共产 买个大大的房子 买个一块地 特别好的城 在这里 永远在中国 永远的生活 那么你现在呢 你要做 你也要把自己在地上 做的 寄回去 寄到天国 上帝就给你在那里 记得 你做什么呢 你说上帝给你记得 祝祺别周报 一次 两次 记得 对吧 marry 人中手 封献一次 五次 就给你记得 你说 虽然说你可能在教会里面 有做特别多的服事 可是你在工作的时候 你像个政府的样子 明明你的老板 或者你的同事对你不好 骂你 但是你能忍耐 结出这个圣灵的果子 你说 含含 忍耐 我来以前去骂你 现在没有骂 一个果子 祭祀 这是你的产业 不管你在生活中 你在你的工作中 你在你的服事中 不是说 你在教会里面 只有讲道 那人人都真的讲道 那不对 买这都是责任的 就是说你在方方面给 这个服事 是你生活方式 你在家里面 你教育你的孩子的时候 不是说 他骂你 你就用神的话语来告他 他骂你呢 你就用神的话语来告他 你说 这个骂你是不对的 你就饶首他 哎 你用一个天上的基督产业 就是你用神的话语来教育你的儿女 你用基督徒的要求来对待你的同事 对待你的老板 对待你的员工 对待你的生意伙伴 这也是一样的基督产业在天上 我们在地上做的 所以我们将来在天上 神说要照个人所行的 他来报应 你要记得 你要记得 嗯 当然在教育里面呢 你要进行腐蚀 对吧 没有人在教育里面是没有用的 每个人都可以做多多少少 做一些事情 每个人都可以听他 我们教育是 人人腐蚀的教育 然后呢 你再更重要的是在你的家庭 一个人大部分的最细在家里犯 你在教育里面不会骂人 除非是个别的情况 一般都不会 你在教育里面一定表现出挺好的 彼此相爱 大家都挺好的 你大部分的最细在家里犯 就是圆形地弄 在家里面圆形地固 明天在教育里面不敢骂我 家庭 有个人得罪你呢 你给他教育里面 抓不住他 回去以后我们就骂他 就是这样 因为我们大部分人 最细在家里面 所以你在你的家里面 如果你真的能够付出 一个基督徒的要求 那么你一定能够把你周围的人 把你家里带到家庭 这也是一样的 就是为你去积存 积存在天上的基业 所以说外有都是神的 那么我们是神的儿女 我们将来在天国是有产业的 记得 你在这里挣的 你要记回去 将来到那么快 你房子买面 不要说把你的产业都留在天上 都留在地上 不要说我就是为了地上的这个 去住口宅 买好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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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买好车的包包 把所有的精力都花费在这里 在这里有利有失都够了 在这里的话 你租个房子 我不说不能吧 我的意思是说 有人在美国 你要回中国 你在美国的话 你就租个房子 吃的便宜一点 住的便宜一点 然后最后呢 钱都在 都在回中国 然后去买个好的房子 住的 开开戏 就是这个 所以你在地上的时候 对物质的需求 让你来 不要说为了 买了它 而去努力 你要为了 在以后的那个产业 去分了去努力 你要 在家里 在你工作中 在你教会 教会 我们一周来一次聚会 有的人喊不来 一周来一次聚会 然后一周 又一次茶经 又一次祷告 就不多 更重要的是在你的工作 和你的家里中 你能够像一些人一样 你以前偷了 现在偷了 以前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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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这样 这样是为自己 基督在天国的产业 我们是神的儿女 我们在天上 是有产业的 我们有遗产的 天国一直有活 我们有产业 给你庆祝 我们是要庆祝 祂会分给我们 所以说呢 我们不会再 你当你知道 天上有多 地上你真的看得 没那么多 当然 就要你 要让我去过了 自己和家人过上好 但是 你假如说 安心没有的时候 你就不会那么难过 我们不会看那么多 这是第七个 我们属灵福气 然后呢 第十二节说 叫祂的儒药 从我们这 首先在基督里 有盼望的人 可以得到称赞 首先在基督里 有盼望的人 是我们 我们就是在基督里 有盼望的 对吧 我们是在基督里 我们盼望天国的儒药 我们盼望将来 身体完全得熟 盼望我们在得着 我们已经得着 现在就是 我们的父亲说 这个产业都给你们留着呢 什么时候来取 我们就知道 那里 我们要盼望的产业 是我们这些 有盼望的人 我们 有盼望的人 就是我们说 在地上活出来的样子 没有盼望的人 是不一样的 那么 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 使他 荣耀成 恩典乐 当然 看见教会的时候 看见丁佣子辈 怎么活的时候 看见你一个基督徒 在家里面 怎么做的时候 看见你在工作中 怎么做的时候 使神得荣耀 不是说 你得荣耀 我现在 最近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 为什么有那么多的白左 黄左 我就发现 这些人 他们有一个特别的大的罪 就是他们 他们永远站在一个道罗的至高点上 站在道罗的至高点上 站在道罗的至高点上 房屋四周 自己被自己感动的 热烈的盈眶 我多有爱心 就是这样 完全失去个功力 完全失去一点点的功力 你那个黑命贵 哪个命不贵 哪个命都贵 但是呢 好像 就刻意去同情那些 打砸抢烧的人 他们也去做事情 那么 他们对我们是要同情的 就是事情 可是那些被侵害的这些人 这些人 这个真的是 就是 人一旦站在一个道罗的至高点上 把神的荣告 出现在你身上 身上的时候 这是我发现 这是实际上最大的罗 这是比所有文化都弱的 因为你要 就像那个撒但说的 我要到那个至高的山上 或到那个 我要到东方 我要到那个神的圣山上 至高的同等 我要 我的道罗最高上 我最快心 我最同情 连我 人什么时候都要记得 你是一个罪人中的罪魁 你该死 我该死 我们根本就是不应该在这世上活着 我们不应该想到这些情 我们就应该到自己去 那是我们该去的地方 因为我们犯罪得罪有神 你就不会觉得你自己还有什么可高尚 当你自己觉得你自己高尚的时候 你真的是个大大的肥 你在偷窃神的朋友 因为国度荣耀权明 全是父母直到永远 我们没有一点点的荣耀 假如说别人说 你以前幸福的时候 不幸福的时候 我是这个样子 现在你真的是很好 夸耀你的时候 你一定要说 荣耀威为神 因为你不能使你自己变好 你只能使你自己觉得更坏 因为这个世界在变坏 别人 当别人对你不好的时候 你肯定去想用不恶的方法来对待他 可是你没有这样对待他 你反而选择宽恕 你反而选择 用神的爱去爱他 帮我们的时候 使你变得更好的 只能是圣灵 是神 所以你一定要说 荣耀受益给神 一个人最大的我真的是 偷窃神的荣耀 不行 你是偷窃神的荣耀 在这三到十四节 三到十四节 这几节的经文中 就是十一节的经文中 告诉我们 一个是我们福气 各种福气都是在基督耶稣里 后面还有圣灵的福气 都是在基督耶稣里 但是一直在说的是 叫他的荣耀得了承赞 叫他的荣耀 从我们这些首先在基督里 盼望的荣耀可以得了承赞 最后说是他的荣耀得了承赞 要记得我们所做的这一切 神所做的这一切 赐给我们这些属于的福气 使我们能够去仰望神的荣耀 而不是自己 而不是自己的荣耀 而不是说 我看着我要得产业 啊我是神的 而是我的了不起 你没有做什么 代表这一切 不是你了不起 是他有了不起 所以一定要记得 我们本来我可以提 题目可以提到圣灵 圣灵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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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我真是很想强调 就是说 神的荣耀 神的荣耀 荣耀是神的 当你如果自己 心里有一点点的刺满 觉得我还挺好的 你看他口容器 他活得不同 你看他怎么样 活得不同 当你跟别人对比 你还有一点点骄傲的时候 真的要好好地认对 你要好好地去认对 因为荣耀属于上 圣父的圣子 三个一体的神 我们没有荣耀 人 我们所有的只有修复 是神 主耶稣基督方的黄主 遮盖了我们的罪 遮盖了我们的罪 我们才有这些天上 所有的属于福气 才归到我们身上 归到我们身上 最终使神的荣耀 得着承载 记住 永远都记住 我是七八年前 现在算起来 七八年前 就是有一点点的意识到 我觉得主要是我们在透明的荣耀 因为我常常在心里自夸 常常在心里自夸 看不起这个 看不起这个 觉得自己身上好 不是说能耐或者聪明 而是有道理的愉悦感 就是有道理的愉悦感 他嫂我骗我 他诬陷我 我没有诬陷他 他骗人我没有骗人 就是常常会有这样子 我就说 当你有了这些属于的福气 在基督里有这些属于的福气 当你跟以前的性贵结局 不同的时候 当你变得 别人说你挺好的时候 你荣耀是归给他的 因为是他改变的 是他解决的 不是你自我修为 也变得更好 自我修为 你只能变得更坏 或者是让你躲 躲避这一切 你只能去当头上躲避 你不能视你自己变得更好 所以记得 就是 这次我们讲的是 圣子的荣耀得了承载 下一次我们就讲 圣灵的荣耀得了承载 圣父圣子圣灵 三位神的荣耀 在神的荣耀 在神的身上 在整个宇宙得了承载 在教会里 得了承载 使他的荣耀可以彰显 通过赐给我们 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 各样使用的父亲 称赞神的荣耀 好 我们一起 一同祷告 主我们感谢你 主啊 当我们读到这样的经文的时候 我们知道 神啊 一切的荣耀都是归于你的 都归于圣父圣灵 圣灵三一的真神 我们人在地上 真的是 真的是罪人 就是罪犯罪 犯罪得罪 但是你在基督耶稣里 拣选我们 将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 充充足足足足的赏 主啊 真的都是要照 你所安排的 在日气满足的时候 使天上 地上 一切所有 都在基督里面 同归于一 主啊 保守你自己的教会 能够在你的 同归于一 求助你 在保守你自己的教会 使你荣耀恩典 能够在你的教会 能够在我们这些 首先在基督耶稣里 有盼望的我们身上 何以得饶成赞 愿送赞荣耀全民 都归于我们在天上的父 都归于三一的真神 感恩祷告 奉告主耶稣基督耶稣 还有这个正一 还有这个 都弄一下 你让我看看你的